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健政府三度席 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 我们的下一代 不能对世界一无所知 因为我们不可以活在 不知道大陆和世界的台湾 在专家学者大声疾呼 要爱惜资源的现在 在宜兰罗东 最近却出现一家民宿 它的门牌 大到在外太空都看得见 一般的理智门牌 是差不多20公分 乘以12公分 而这间位在 忠孝新村的民宿门牌 却是240公分 乘以160公分 差不多是一般门牌的 128倍大 而且它的原料 竟然是压克力 大家要知道 压克力跟巧克力是不一样的 巧克力是在街上跟阿坚 熊抱的那一个妈的 那么压克力是由 丙烯酸甲脂跟丙烯酸移植所构成的 所以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令人非常不舒服的臭味 做一个门牌 我们还可以忍受 如果全台湾 500万户的门牌 都像那间民宿做的那么大的话 那么以后 观光客来到台湾 所闻到的就不会是 臭豆腐的香味 而是化学原料的赤鼻 尿酸 以后就没有观光客 肯来台湾了 所以台湾的商人会没有生意做 台湾的夜市会没有钱赚 都 这都是罗东正的这间民宿害的 如果他再继续做大门牌 那他就是与地球为敌 也就是与我陈文倩为敌 文倩的正负三度熙 我们下次见 那不想买对你感 中文在偷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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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嫩 今天 咱们来 你